你们先出去 我打着 先走 先走 乘客放声尖叫 一连惊恐 疯狂推击 月台上民众直击 车厢内一团乱 还有人跌坐在地板上 神情痛苦 随后乘客冲出车门 月台上的民众嘴里喊着好可怕 跟着拔腿狂奔 不少人在奔跑过程中过于惊慌 跌倒 摔在地上 就连远处的民众也听到好几声尖叫声 还搞不清楚状况 马上跟着人群进行撤离 日本当地时间下午4点15分 新宿站山手县列车内 一名外籍男子自称厨师 下班后用毛巾包住刀返家 不料毛巾脱落亮出刀 引发车内民众恐慌 车厢内一片狼藉 鞋子耳机包包散落一地 可见事发当时乘客内心有多害怕 事故也造成山手县一度暂时停止运作20分钟 目前警方已将这名持刀男子 带回警局进行侦办 厘清案情 三零新闻 谢电话报导